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最近比较热点的事件 就是长治号的货轮船 然后被困在苏伊士运河上 相信大家这个大新闻大家都应该听过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长治号的大轮船 它困在苏伊士运河上会成为一个棘手的一个问题 而且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办法把它移开 事情的起源是这样子的 大概在3月23号嘛 然后长治号的这个轮船 然后再行驶到苏伊士运河上 因为苏伊士运河本身就处于那个 类似于那种这围带沙漠地带 所以它经常刮那个沙尘暴 风也比较大 所以的话就像沙尘暴一刮起来 然后什么都看不见 再加上风比较大的话 据说是因为各种天气的原因 最后导致了 它的那个船长吧 反正各种操作 现代原因也说不清 说是船长的人为操作 也有外面的这个因素 最后导致船的方向出现了这个偏转 然后最后的话直接就困在了苏伊士运河上 是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很多可能很多网友就说 不就是个船搁到这个沙船上了吗 多容易啊 然后直接给它拖开了就行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在27号的时候 然后就是苏伊士运河的这个管理方 他用了14艘的这个偷船 14艘啊 它的这个是力量是非常非常强 基本上把它所有所有的能叫到的 看家本领都已经拿出来了 然后就把想把这艘船 然后从岸边拿这样就拖开去 但是都宣告了失败 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14艘这样的 这么大力量的一个拖船 都没有办法把这样一艘轮船 然后直接 直接所谓的这种搁浅 然后直接给拖开了 那原因是什么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 那今天科学博士就给大家仔细解说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它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搁浅的问题 绝对不是说你一艘船 像我们平时坐那个小船 或者某些搁到沙灘上 没有那么原因 它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叫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那个图片 看到图片这个挖就挖出来 在这个农船前面有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装置 这个装置大概看起来像一个鼻子 然后的话很多人说 这个是船的鼻子 其实它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名字 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它长得就相当于是一个球状 所以的话它也像那个船的鼻子 所以它的名字现在就叫做球匕首 那个字的话读着手 那球匕首的话 就是说就是那个 就是那样一个就是 类似于那样一个装置的东西 那么它是用来干什么 然后据说是之前有 之前历史上发生过一个事情 据说是有一艘轮船 然后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然后所以船的话就有一个被撞的 撞了之后然后突出出去了 就像一个鼻子一样出现了一个鼻子 本来以为这个船呢 撞成这样子了 肯定就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了 最后发现多出来这个鼻子之后 那个船走得更快了 反而提前能到达它的目的地 据说历史上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逐渐发现 这个鼻子有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鼻子 其实就是应该减少船的一个 星波阻力的 那星波阻力是船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 那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可以让船大大的降低船的阻力 那船的阻力变小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可以跑得更快了 所以你看 大家看这个长字号的这个船 它就有一根非常非常长的那个鼻子 那这个鼻子 它才是导致这次搁浅 你没有办法脱开 而且用挖掘机挖长到将近一周的时间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是一个很 也就是一个很尖的一个鼻子 那么这个鼻子的话 然后在形式的过程中 因为分的力量 然后因为这个沙尘暴 然后或者说是里面的这个船的 这个船长有一些操作 然后突然一下子它偏转了 那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筷子一样 一个尖尖的 然后直接就插到了那个河岸里面 直接就插了进去 而且那里面还有岩石 据说挖的时候挖出来 它下面有很多的岩石 你想这么长一个东西 插在一个岩石层里面 它这个时候 它所收到的力到底有多大 所以的话你十四座脱船 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脱出来的这个原因 所以在这里 其实像这个所谓的这个球匕首 不仅仅是在这个货船上的话 有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它在历史上的话 据说有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海军的时候 第七舰坠的时候 有一艘驱逐舰 因为驱逐舰它前面也有 也就是这样一个装置 然后曾经在新加坡这个附近的话 就是和一艘商船 就是也是这个也就是一艘商船 然后发生了一个撞击 两艘船撞击 然后美军的驱逐舰前面 也是这个球匕首 也和今天这个长字号的话 这个一样 这个东西但是它戳到了另外一个商船里面 直接就两艘船就弄在一起了 然后最后 而且出现了一个漏水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一边漏水 但是中间就非常难以分离 那这种情况下 所以当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这是历史上是有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样一次事情的话 没想到在苏伊士运河这个上面的话 然后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个 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那么我们这期节目的话 其实主要就让大家看到 就是说这样一个事件 它背后里面 它真正有一点这么科学的东西 那这个科学东西 然后就是说是导致了 这次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搁浅 而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是有点像这个 它的这个球笔手的话 然后触 相当于有点像触 有点像触胶的意思 其实就是那个 就是直接插到触到里面的岩石层里面 产生了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说它为什么 就 就十四舟脱船 就像我们的标题一样 十四舟脱船没有办法 这个把它脱开 那么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回过来的话 我们说不仅仅单单 是说是有个这个原因 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 怪为有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 海航这个航运体系里面 它是积极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于这个减轻阻力 就是有时就让大家缩点时间 而且可以降低成本 那么这次主要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给大家的一个警醒 就是苏伊斯运河的 他们的官方是应该要加强 这个运河的管理程度 包括这里面的 比如说超载的情况 的很多情况 因为现在为了降低那个成本 你像那个船上现在的这个东量 是越来越大了 大概基本上都是压着它的极限在走 所以这种情况也会导致 它很容易出事的一个原因 所以一方面增加它的管理 另一方面的话 其实对运河的修缮啊 等其他的这个 包括新航道的这个 这个是否能开币 是否能开更宽的一些新的 所谓的新的苏伊斯运河 或者说有更多的航线 其实也是我觉得这个 苏伊斯运河官方 他们应该考虑的一个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去进一步 完善全球的贸易体系 否则的话 这次的影响和损失 这个实在太大了 而且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在未来还会发生一样的事情 因为船的结构没有变 如果它的管理的话 没有改善的话 天气也存在这种情况 那么未来的话 很有可能也同样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的话 相当于是给他们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提醒 也是一个所谓的经验教训 好 那么主要是讲 今天这样一个科学问题 希望能解答很多网友 就这样一个疑惑的问题 好 另外的话 也欢迎大家订阅关注 然后科学博士的频道 那么下面的话 就是订阅的按钮 然后希望大家点击一下进行订阅 同时大家别往那点个赞 那点个赞的话 可以把我们的视频 然后能更多的这个网友 可以看得到 所以大家的话 可以帮忙一些点个赞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本期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 小科学问题的一个讲解 那么的话 我们下一期更精彩的话题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